台灣的這個國民美食茶葉蛋 一顆竟然漲到13塊 好多人就在討論說 這一顆蛋 怎麼會要賣這個價格呢 但是你不知道的是 這個加工蛋的隱形成本 其實很高 我們就獨家直擊了 這是台北市最大的 雞蛋加工廠去揭秘 這裡出產的這個滷蛋 你可能都吃過 因為像是連鎖的滷肉飯店 排骨飯名店都是用這邊的 他們一天可以產8萬顆 可是最近因為天氣冷 再加上積溫 導致說這個雞蛋的產量是大減 他們的成本已經增加了一成 香噴噴的炸排骨飯一旁 怎能少了最佳配角滷蛋 不說可能不知道 其實連鎖滷肉飯店 排骨飯名店的滷蛋 大多尾由位於社子這間 雞蛋加工廠製作而成 帶來一集集 北市最大的雞蛋加工廠 可以看到現在正近期 生產完的清雪的成績 光是這個清潔流程 就得花上半天的時間 而且這是每天的例行公事 一顆顆混原雞蛋經過清洗後 全都送進歐洲進口 造加千萬機器 先由煮蛋機加熱 再靜置冷卻後 交給撥蛋機去殼 並依照客戶需求 製作成乳蛋 水煮蛋 溏心蛋 一天最高產能高達8萬顆 一年能夠生產百萬顆加工雞蛋 機器來撥的時候 那個時間點控制得很好 撥起來的那個蛋的話 這個煮起來的蛋白也比較Q 你煮得太久的話 這個蛋白也會黃黃的 也會糊糊耶 不是秘方 是經驗20分 處理完成的雞蛋 真空包裝後準備出貨 以目前來說 水煮蛋一顆約7塊錢 滷蛋則是9塊錢 但受到飼料漲價 禽流感導致雞蛋產量大減 光是生產成本就提高約1成左右 但目前也只能暫時動漲 自行吸收成本 過年到的話 蛋的銷售量會比較多一點 多一兩成有 袋子都比別人好 而且那個就是損耗量 也就是說都比別人的話 都要先進量也好 什麼都好 就是說成本都比別人高 而且我們蛋的品質的話 都經過精挑細選 代工廠老闆林天來 經營雞蛋事業有著60年資歷 當初用3000塊錢登記營業執照 白天去市場 晚上騎腳踏車去麵攤 雜貨店 自住餐店都受雞蛋 一天工作超過12個小時 才成功打進市場 成為北市最大的雞蛋加工廠 東森財新聞 沈玉腾林浩宇 台北報導 看盤不斷 趕快來按讚 東森財經24小時股市直播 來囉 快點掃QR Code加入 讓我們來陪著你們看盤 最及時的盤中資訊 最權威的投資分析 滿滿一整天 盤後交戰 都在東森財經24小時股市直播